今天要問大家吃飽了嗎 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呢 因為今天要做的是 米蒸小吐司 雖然說不是1比1的啦 但是看起來跟真的吐司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愛心小吐司 然後它本身還兼具實用性的功能 因為它是一個小小的鑰匙扣 然後上面有荷包蛋 甚至還有一些果醬 好 今天我們要請米蒸老師來教我們做 像這樣那麼可愛的吐司鑰匙扣 歡迎米蒸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老師我們要介紹一下材料囉 我們會準備一個 手折的吐司麵包框 然後一個愛心的雞蛋框 還有當然我們的黏土 然後因為要上色 讓它做得好像烤焦的麵包的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始囉 我們先拿出白色的黏土 這個是超清土 那超清土的質感呢 乾了以後它是呈現霧面的效果 會比較像吐司原來的質感 好 那拿到黏土以後 我們先把它揉一揉 搓長 那擀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讓它 平衡呢 我們準備了兩支冰棒棍 把它用膠帶黏在一起 架在黏土旁邊 用擀棒 當我們擀的時候 因為有冰棒棍的關係 所以它擀完以後的厚度會是一致的 不會有的地方高 有的地方低 冰棒棍的作用就是固定之餘 還可以看一下厚度是不是 對 差不多 再看一次喔 放著 然後冰棒棍的位置 不要超過我們擀棒的位置 下去以後 壓開 好了 就這樣子 對 好了以後呢 我們有兩片 吐司麵包紋路的模型 我們把黏土壓上來 那因為它的模型 有的顆粒比較大 有的顆粒比較小 而我們今天做的是小麵包 所以你就要去挑一個 顆粒小的位置放上去 另外這面也是 然後壓一下 稍微用一點力道 好了以後拿起來的樣子就是這樣 點點熬土不平的 這樣就有像 吐司麵包切開來的那種氣孔的質感 好了以後呢 我們把它壓出來 那在壓之前呢 你需要稍微挑一下 找一個漂亮 紋路比較漂亮 比較適合的位置 然後不要在墊子上壓 因為我們墊子是平的 你一壓下去後 靠近墊子的那面就會平掉 所以我們一樣 拿出我們剛剛的硬膜 放在硬膜上面 找個漂亮的位置 壓下去 好 就像這樣 然後輕輕的把它推出來 它會有一些毛邊 所以我們把毛邊收漂亮 但老師這樣操作過程 是不需要等到黏土乾嗎 不用啊 黏土乾了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啦 所以硬完膜 對 硬完膜 趁它黏土還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趕快來做下一個動作 現在趁它軟的時候 我又拿出了我的心形模 因為我中間要做一顆 荷包蛋嘛 對 這個模型呢 用什麼樣的都可以 圓形的也可以 愛心的也可以 心心的也可以 我們大概放在這個位置 中間偏下面一點點 然後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但是是需要完全把它壓透過去嗎 對 因為我要把整個愛心 壓出來 壓出來 那一樣我們剛剛講過 毛邊要收一收 這樣 那剛剛 剛剛這個愛心也是 用手指頭輕輕的推一下 就會出來了 那一樣出來以後 然後我們就把毛邊順好 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放在旁邊 等它乾 然後我們再來處理 我們那個吐司麵包的主體 我們的成品的邊緣 它會有一層比較咖啡色的烤焦的顏色 這邊 那就是我們烤完的吐司的吐司邊 那為了強化它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必須在黏土的邊緣 也畫上一圈 稍微深一點的凹痕 而且這個東西你必須在黏土還軟的時候 像這樣 黏土還軟的時候就做 你如果黏土已經硬了 或者是半乾的狀態下做的話 硬了當然就是畫不下去 半乾的話你畫下去的會彈回來 所以就是剛切完磨蹭新鮮 你就趕快把這個邊緣畫出來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在做每個步驟的時候 中間的環節都是不能夠等太久的齁 等太久黏土就乾掉了 對我做黏土作品的時候 大多數都應該要這樣 但是也有例外的 像等一下我們這個就是例外了 因為我們要上色 所以我又必須等到乾了才能上色 我今天有帶了半乾的作品來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要上色嘛 所以我先做了一個半乾的 所以老師從完全還沒有乾到半乾 大概要等多長的時間 我這個大概今天早上做的 中間大概經過了兩個小時左右吧 就會完全乾了 不會完全乾 你看它現在還是有彈性 它還沒有完全乾 但是它表面已經乾了 表面已經乾了就可以做 再來我們就拿出這種眼影棒 那如果家裡沒有眼影棒 我們可以用棉花棒 棉花棒或者是筆刷 像這樣 軟的水彩筆刷都可以 那上色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先從淺色開始上 麵包 麵包經過烤箱以後 它會有一些 土黃色的底色 烤過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用了淡淡的土黃色 這樣先打一層底 這樣先打一層底 像粉彩 蘇菊都可以買到 那只要上完以後 上一層保護器它就不會掉了 如果要做得比較擬蒸的話 可能還是建議用老師 推薦的像這樣的粉彩 那老師如果我真的用眼影去上的話 也可以啊 因為在家裡用不上眼影 對 過期的眼影也可以 但是記得就是 不要找那種帶珠光的 就bling bling的就比較不推薦 對 因為它就不擬蒸了 像這樣 小愛心也要記得 對 把它上一點淡淡的黃色 因為小愛心我們一樣 會放進去烤箱烤過 那像如果是用筆的話 一樣輕輕地沾 然後刷過 還是用筆刷刷起來 會更加地便利 會不會更上色 會 那我們今天只是因為像 觀眾朋友可能家裡 沒有特別去準備筆 那就是用最簡單的棉花棒 或者這種眼影棒就可以了 然後上完以後 我會再檢查一下 我覺得不太夠的地方 我就再補一下 然後讓它是有一點點 深深淺淺的 那像我第二個顏色 我可能就疊了深一點的 像我現在就是土黃的橙色 然後再來就會變咖啡色 那我要上在什麼地方 我上在比較凸起來的位置 那就不是全部都上了 局部的上一點 對 局部的上 比方說像大家有些家裡 已經過期的眼影盤 然後它的顏色都剛好是漸層的 就比方淡黃色 然後就過渡到比較暖橘色 再到紅色 所以用漸層的方式去上的話 其實好像也OK 對 像我們不全部 沒有全部上 我們就是局部 你看喔 其實一瓶老師都還會 稍微把它翻面 要做到擬蒸的話 你兩面都必須要上顏色 對 好 小愛心也是 好 我們現在上了兩個顏色了 再來我們就再上第三個顏色 邊緣 麵包的邊緣是烤的最焦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在邊緣上一個咖啡色 大家可以想像看看 平常早餐在吃的烤麵包是長怎樣 你在上色的過程當中就可以參考一下 不然的話呢 到時候出來的吐司 可能會變得五顏六色 就比較不像了 我們一般在上色的時候 可以建議 觀眾朋友拿一個食品 放在旁邊 對照著上 像這樣 這是第一次 它的顏色沒有很重 但是你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側邊跟裡面麵包的顏色的不同 不一樣 對 然後再來我會上第二次 那第二次的時候我就不會全部上 我可能又是局部了 所以你看呢 在上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可以記得 邊邊不用先擠著上 因為邊邊的話其實手還是會碰到嘛 所以這樣老師呢 先是把我們吐司的表面上過之後呢 再來上這邊 四周圍邊邊的地方 對 像這樣 那上到多重 其實這個看個人 嗯 你覺得麵包焦一點比較好吃 你就上重一點 對 那你覺得你喜歡淡一點的 當然你就上淡一點 而且根據吐司用不同的材質做的 比方說有些可能是藜麥啊 小麥啊 對 然後顏色可能反映出來就不一樣 有些是深咖啡 有些是淺淺的小麥色 對 嗯 基本上我們這樣算半完成 再來要做一個加強的動作 就是我們烤箱在烤的時候 凸出來的地方 接近火的地方 都會特別的比較深 更焦 對 所以我會用一個這樣子的顏色 然後那種深的地方 大概都會是在角落 角落 然後如果它太深了 我就重回來 把橘色再帶上去 除非你是想要做巧克力吐司 不然真的沒有必要整片土 對 超清土它因為表面有很多的 嗯 毛細孔 所以我們粉彩 刷上去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吃進去裡面 所以你看 像是比較深的顏色 建議大家都是輕輕掃過 帶過一下就好了 對 帶過就好了 嗯 你看你覺得哪裡顏色還不夠的 你也可以互相交叉 像老師一樣去沾顏色去上 比方說可能深咖啡色夠了 可以上一點點淺咖啡色 去補充一下 就是不要讓它留白 對 這樣子看起來的吐司會比較好吃 像這樣 是很像真的吐司 我們要來把雞蛋放進來 我們剛打了一個愛心的洞 那現在拿出我們的樹脂土 所以老師你現在用的土 跟剛才的青年土有點不太一樣 是嗎 對 現在用的這個是樹脂土 樹脂土的特性是 它會有 嗯 光澤 我們剛剛講超清土乾了以後 它是霧面的 可是樹脂土它會有光澤 比較像我們雞蛋的質感 會有點反光 對 那一樣我們擀薄 擀薄了以後呢 用我們剛剛愛心的模型 那如果說剛剛有黏土在上面的話 要把它清乾淨 一樣壓一個愛心出來 壓出來以後 因為我們這個黏土縮過水了 所以你壓出來的愛心一定比它大 記得把它收小一點才放得進去 這樣稍微把它壓一下推進去 然後黏土包起來 用白膠 我們白膠要 黏土要黏在一起的時候 記得用白膠 在它的邊緣 上薄薄的一點點的白膠 我們要把它們組合起來的時候 這邊是需要用到白膠的 對 像這樣 包包的一點點 繞一圈 對 繞一圈以後呢 再把我們的小愛心塞進來 這邊塞也要小心喔 像黏土還沒有乾 就容易變形或自己壓到 對 這樣塞進來以後呢 再把它壓下去 壓到讓它跟我們的麵包密合 好了 以後它不能只有蛋白啊 所以我們會先用一個橘黃色的土 做一個圓壓扁 放乾 因為它兩個要黏在一起 如果兩個都是濕的的話 你要壓在一起上面這顆就會變形 所以我先做了 讓它硬了以後我現在壓下去 它就不會受傷 所以蛋黃金大家要先提前做 不然你如果沒有乾 把兩個組合一壓 馬上就變掉了 對 像這個樣子 嗯 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 幫 雞蛋的邊緣 上一點烤膠的顏色 喔 所以這時候反而我沒有要用到粉彩了 對 帶一點點的土黃色 而且量其實不需要太多 對 量其實不需要太多 用一支煎的筆或者是牙籤 就是上在蛋的邊緣 你看老師的筆超級細耶 而且剛好也不用這樣子繞一圈 就局部的邊邊上一點 對 我們在煎蛋的時候 它本來就會有的地方焦了 有的地方沒有焦 嗯 然後範圍也是有的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不用太刻意的要去把它做成什麼樣子 這第一個顏色 然後再來上我們第二個顏色 咖啡色的 那咖啡色不要多一點點就好了 上在我們剛剛土黃比較多的位置 表示它烤得更焦了 這邊可以疊上兩層顏色 做一點小漸層 那顏料多顏料少 其實都沒有那麼在意 就像這樣 喔 好像真的核包蛋 然後筆用過記得趕快泡水 壓克力顏料乾了以後會 黏在筆上筆會壞掉 所以筆要記得泡水 再來呢我們 因為等一下我們雞蛋上面 要鋪一層保護漆 那時候就不能拿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現在這個時間呢 先把它裝上我們的 羊眼 長得像這樣 先沾一點白膠 這時候先把它 鎖進去 咬虛扣 對 在鎖的時候呢 稍微用點力 把它轉進去 像這樣 另外一個愛心也是 今天都只需要出動到白膠 量也不用太多 就可以完成作品 對 得一點點 像這樣用轉的 它上面有那個旋轉的螺紋 你就順著螺紋把它轉進去就好了 這樣 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裝到鑰匙圈上 準備兩支錢紙 這樣 然後勾緊來 再勾緊來 把它扣起來 對 把它扣起來 這樣 登登 登登 就掛起來了 然後第二個愛心也是這樣把它扣起來 一樣的方式 找到你想要扣住的環 再用我們的鉗子把它鎖起來 這樣就完成囉 好 因為不是很好拿 所以我們才需要用到兩支錢紙 加緊 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平放 然後上一層厚厚的保護漆 對 一般如果你沒有像保護漆的話 可能你把它帶出去或掛在你的包包的時候 上面的粉彩就已經掉光光了 對 而且台灣的天氣比較潮濕啊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每個作品都盡量上一層保護漆 會比較好一些 我現在把 把這個亮光的 上在雞蛋上面 讓雞蛋乾了以後有那種透明感 稍微上有一點厚度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先幫雞蛋上一層保護漆 那等雞蛋的保護漆乾了以後呢 我們再上一層 霧面的保護漆 把麵包保護起來就可以了 等等 這就是今天怡婷老師教我們做的 可愛小吐司鑰匙扣 而且特別還印了一個小愛心在旁邊 看起來不會覺得很單調 今天的作品不知道大家 要不要在家裡頭跟著我們一起動手做做看 學學看 謝謝怡婷老師 謝謝 好啦超級無敵夠追的鑰匙扣呢 獻給大家我們多多快樂學堂 下回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